好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位我們介紹的是那個橢圓的部分 橢圓 好 那什麼橢圓呢 通俗我講就是告訴你 把那個圓壓平 就是橢圓 把圓壓平就是橢圓 OK 那麼在座標裡面的話可以寫成是一個 二圓二四方乘式 所以代表 x 跟 y 都是有平方的 爽啦 好那他說學橢圓跟那個學拋物件是一樣的 要先記憶因素定義 然後再處理相關的那個圖形跟方乘式 好 既然用畫的去想的 答案就搞定了 這個我先講一下 假設我寫那麼多之前 我先講一下 你知道圓方乘式怎麼寫 圓方乘式 這叫圓方乘式吧 對不對 那你猜橢圓會長什麼樣 圓方乘式的話 我們先看圖一下 剛才有這個圖 剛才有這個圖 剛才這是少數我可以用的 這叫圓吧 這不叫橢圓啊 這兩種不同 它有半徑嗎 橢圓沒有半徑 橢圓 欸跟你講喔 橢圓也有半徑喔 它好笑的地方是 它半徑不一樣長 對不對 這個圓的半徑是固定的嘛 橢圓半徑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長軸的半徑 像這樣子的 不好意思 像這種所謂長軸的 也有短軸的 所以它的長軸的不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方乘式呢 不會像圓方乘式那樣子 那它會怎麼樣子 好像這樣子 就是下面還會有一個分數 然後那分數決定了 它的那個 橢圓是長這個樣子 還是長這個樣子 聽懂嗎 我先跟你講一下 這個A跟B 我怎麼亂寫的一個數字而已 為什麼真的是A跟B 會啦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橢圓定義正圓 來 第一個 什麼橢圓 好 幾畫起來很重要 我要背喔 因為我們這個單元 地勢上的單元有三個 拋物線 橢圓 跟雙曲線 這三個定義都很像 你再弄清楚誰是誰喔 好 第一個 什麼是橢圓定義呢 畫起來 他說 平面上面我們給兩個定點 F1跟F2 然後呢 畫起來喔 只要滿足啊 到這兩個定點 F1跟F2的距離和 是固定的值的 所有的動點的軌跡 就稱為橢圓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來看這邊 假的這個點是F1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圖 可以讓我畫 沒有 我們自己畫 假的這個圖是F1 這個點是F1 這個點呢 F2 哪有一個動點 這個點是 我要那個動點 好 它的意思是說 只要符合啊 這條線的距離 這條線的距離 有沒有 它到F1的距離 還有它到 欸對不起 它到F2的距離 還有它到 F1的距離 這兩個點 藍色的線相加 的所有的點 你把它畫起來 它所畫成的圖形 就是橢圓 好 比如在這邊 我舉個例子 這邊也可以 這兩個相加 只要這兩個相加 只要這兩個相加 等這兩個相加 就OK 然後呢 把那點所有點 全部畫起來呢 就會長這個樣子 像個橢圓形一樣 所以 橢圓形上面的每個點 它到這兩個 那個什麼 膠底的距離合啊 都會是固定的 記住喔 是距離合喔 距離合 因為等一下那個雙曲線 是相反的 要有距離差 你要弄清楚 OK 好 那麼 F1呢跟F2呢 就稱為 這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橢圓的焦點 所以它跟前面那個 那個拋物線 又很像 拋物線的另一是什麼 我複習一下 拋物線 就是有點 動點 它到焦點的距離 跟到直線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 拋物線是 一個到點 一個到直線 對不對 那橢圓的話呢 是它到兩個點 是固定的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那麼 兩個焦點的距離也 就稱為什麼 焦距 所以這樣畫起來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裏面 F1 F2就稱為焦距 齁 就稱為焦距 好 這裏面延伸出去 這裏面 會啦齁 可以 好 這樣它沒有抵達 OK 好 那你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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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